和地方照会中的权柄 好 这一周 第四周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很实际的照会生活中 我们需要认识 而且我们一定会碰到的 一个无法绕过的东西 就叫做权柄 一面来说 神是爱 照会中应该满了爱 但是你会发现 在照会中我们只是来偶尔聚个会 或者是我们只是在聚会中有点的享受 一段时间你就发现 事实上在照会中是有权柄的 是有神的权柄 也有代表的权柄 所以今天我们就包含 借着这五个大典 我们能够深入的来认识 有系统的来认识 权柄 那么这里就特别在篇题中点到两个点 一个是基督的身体 和地方照会 基督的身体就很强调生机的一面 地方照会就很强调实行的一面 所以请弟兄姊妹 如果你能自己 或者是你身边还有人 总是能把这个偏题 自己再讲一遍 或者两两的对讲一遍 好 感谢主 那我们来到呢 这五个大典 五个大典 我们可以把它分两组 对不起 分三组 第一二大典是一组 第三四大典是第二组 第五大典是第三组 第一二大典是讲到权柄 神是权柄 神有权柄 第二大典是基督 乃是身体的头 也就是说 祂是全身体的权柄 那么第三和第四大典 是另一组 是讲照会 照会 在实行这一面 你会发现 照会中有没有秩序呢 就根据于照会中的权柄 有没有得着尊重 所以第三大典就说到 照会生活中的权柄 会殆尽秩序 秩序根据权柄 再来第四大典 再来第四大典 那照会中的权柄 是代表的权柄 所以我们要看见 第四大典就说到 代表的权柄 那么第五大典 乃是呢 这个第三个重点 那根据写刚要的 浪弟兄 他特别点出来 这一篇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第五大典 所以呢 等会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第五大典 所以回头看一下 第二大典 强调什么 权柄 神是权柄 基督是权柄 第三四大典 是说到什么 照会 照会中的秩序 在于我们对权柄的尊重 还有照会中的权柄 乃是呢 代表的权柄 接下来是第五大典 就是第三个重点 要我们看见 权柄 在照会中的权柄 事实上是来自于 神和羔羊的宝庄 换句话说 在照会中 需要有管理 管理根据于权柄 但这权柄呢 却是一个流出 生命水的河的宝庄 所以这个宝庄 是连于一道生命水的河 并且是留在街道当中 带进神圣的交通 所以这一篇五个大典 三组 请丢准备 也可以呢 两两讲一下 或者自己重复一下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一大典 吴彬徒第一大典 神是至高的权柄 他有一切的权柄 好 在这里呢 两句话 先说是 再说有 我们要认识 什么是权柄 神是权柄 谁有权柄 神有权柄 那么主要的圣经根据 就在第一大典的下方 罗马书九章 21到22节 在我们的诚心圣言中 没有特别列出来 所以顶好 弟兄姊妹就拿出笔来 写在你的 这个经文的旁边 罗马书九章21节 说 姚将 难道没有权柄 在这里 这短短的一句话 就给我们看见 谁是权柄 谁有权柄 好 怎么看呢 第一 权柄 乱弟兄 多次在信息中强调 权柄 的希腊文 权柄的希腊文 就是 X 五四 X 五四 X 就是呢 出来 五四 这些 在希腊文 在希腊文的意识 是强调 数值 也就是最内在的 所事 当我们说到 神是三一的时候 那个一 在希腊文文 就是说到 五四 用五四 来说明神的一 好 所以我们要看见 什么是权柄 X5C啊 就说明 神的所事 出来的时候 就是权柄 还有呢 罗马书9章21节说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所以可见 在这里说到呢 姚将有权柄 所以在这第一大点 我们要先认识 神是权柄 还有呢 神有权柄 那第一终点 也就是这个说明 第一终点 我们一同读 神的权柄 实在就是 神的本身 权柄呢 是出自于 神自己的所事 所以出自于 神自己的所事 就是刚刚我们 所提到这个希腊字 X5C啊 的意思 权柄就是出自 神自己的所事 那么 所以神的权柄 实际上就是什么 神的本身 因为神是权柄 然后呢 神就有权柄 好 那在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周一的经历 周一的经文 周一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后18章18节 这里耶稣 近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 所有的选柄 都赐给我了 这句话 乃是当主耶稣 复活之后 所说的话 好 那么在四福音里头 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在刚要的终点 我们这不花时间深入了 但请去读刚要 终点就特别指出来 耶稣 耶稣 也是一个在权柄 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 他在地上的生活 被人认出来 他有权柄 但他也在权柄之下 而在他复活的时候 益着他的顺从致实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他复活了 他说什么 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这里的我 乃是一位神 而仁者 是一位 在人性里 经过了死而复活的神人 救着耶稣基督是神 当然他本来就有权柄 但是救着耶稣基督是人 他是在复活里 还得着了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柄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要看见 神是权柄 还有神有权柄 而且耶稣基督 他乃是在地上的为人生活 就在权柄之下 而在复活里 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基督了 好 请兄姊妹呢 也能量量 或者自己讲一下 好 我们来到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 基督是团体身体 造会的头 也是所有个别信徒的头 他是我们个人直接的头 我们都在他的权柄之下 好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进一步了 给我们看见 这个权柄乃是在身体里的 刚刚所说到的权柄 是宇宙中 是种在行政上的 但是在第二大点 这里却告诉我们 我们在今天的照会生活中 我们也要经历 不只有宇宙中生机 行政上的权柄 更有在照会中 生机上的权柄 所以第二大点 这个我们要来看周二的经文 周二的经文 来我们读一下 哥罗西一章十八节 他是照会身体的头 他是原始 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 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守会 这就给我们看见 他是身体的头 事实上也就是全身体的权柄 还有呢 以福所四章十五节 也说到我们 就得以在一切事上 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因此我们要看见 今天在身体 基督的身体里 在我们过身体生活的时候 事实上只有他 这位身体的头 是权柄 也有一切的权柄 所以如果我们在身体生活中 我们不认识权柄 不经历 这不觉得有权柄 恐怕我们是不够认识 身体的生命 但反过来 我们要在身体生活中 就一定要认识 头 就是整个身体的权柄 好 请我们也两两对讲一下 好 我们来到第三大典 第三大典 我们一同一读 照会的秩序 来自照会中的权柄 尊重基督 独一的元首权柄 好 说到照会生活 这就非常实际了 其实是我们天天 周周都会经历到的 那我们来到照会中 有没有秩序呢 你会发现 在圣经中像底下引的经文 请你也特别把它写下来 腓立比一章一节 底下引了两个经文 第一个 哥罗西一章十八节 刚刚读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 腓立比书一章一节 那你说的保罗 写信给在腓立比的圣徒 是写给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 同诸位监督和诸位之士 所以保罗在这里写信给 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的时候 他也同时提到了 诸位监督和诸位之士 这就给我们看见 在腓立比的照会中 是有秩序的 而为什么有秩序 而不是在组织中 是因为呢 对于基督这个元首 这个权柄的尊重 就自然而然带进属灵的秩序 这个不是人的组织 而是属灵的秩序 好 那么在歌我们也读周三的经文 周三 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第三节 我且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好 在这里 保罗其实是在对付 在聚会中的混乱 换句话说 保罗要来论到赵会中的行政 他要如何来把赵会中的行政 带到正常的 这个赵会中的聚会中的秩序 带到正常呢 他首先需要把权柄的事确立 所以他在林前十一章第三节 保罗要先确定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保罗在这里特别点出来 今天在宇宙中 是有行政的 是有权柄的 神是基督的头 基督甘愿 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而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 男人又是女人的头 目的是为了叫我们认识 在神原初的创造里 就是有秩序 这个秩序是根据于神的权柄 而今天在赵会生活中 也必须有秩序 这个秩序不是来自组织 是来自于我们尊重 这个神在赵会中 神是权柄 还有等会我会提到的代表的权柄 所以林前十四章第四十节 周三的经文也说 我凡事都要端正得体的按着秩序行 这个秩序不是谁安排出来的 这个秩序乃是我们在身体里 我们都尊重元首 都认识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都认识在这个身体中 有一种的权柄的顺序 就自然而然 这个会按着秩序行 所以我们要看见 赵会生活中的秩序来自于什么 对于权柄的尊重 好我们也请两两辈子 好接着我们来到第四大典 我们一同读 在赵会中 神的权柄由使徒和长老 所彰显并代表 好光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本身就要注意 你会发现弟兄们 在写刚要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刚刚说的是代表权柄 但是弟兄们特别点出来 能做代表权柄 是根据于先是神的彰显 彰显在先代表在后 事实上这个跟创世纪第一章 第26节神造人的时候 他所说的顺序是相呼应的 那里也是说到 先要人能成为神的彰显 就能进一步成为神的代表 好而且那进一步我们要看 在赵会中神的权柄 是需要有人借着彰显他 就来代表他做权柄 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周四的经文 周四的经文 零前十二章二十八节 神在赵会中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圣言德 第三是教授 你看在这里保罗 在零前十二章 也是要对付赵会中 特别在恩赐运用上的 这些秩序 这时候保罗就特别用了 第一第二第三旗字 所以可见在这里是什么 是有秩序的 而这个秩序呢 其实也是一种代表的权柄 所以在这里看见了什么 使徒是代表的权柄 再来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 我们也一同读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好 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 这里保罗是请了 以福所的长老来 保罗对长老们说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那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看见 就像我们的这一页 神经事业的这一页 信息选途的左边 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 使徒在各照会中 为他们选立了长老 所以可见监督就是长老 长老是指他们在生命上的 长进和老练 监督是指长老们的功用 而谁作奸 谁是长老 或者说谁成为赵卫中的长老呢 是使徒来设立的 但是保罗在使徒行的二十章二十八节 特别说圣灵立你们 所以事实上谁设立的 表面看起来 使徒来设立 实际上是圣灵来设立 如果不是圣灵设立 使徒的设立就毫无效力 但是如果只有圣灵的设立 使徒不来设立 人又无从晓得 到底圣灵是如何安排的 所以内在的来说是圣灵设立 外在的来看是使徒来设立 这就给我们看见神是独一的权柄 人在照会中有使徒 有长老是照会中明显的权柄 但是一定要认识 根据圣经 这个使徒和长老的权柄 乃是什么 代表的权柄 而且呢这个代表的权柄 必须先根据于彰显 有神的彰显 才有这个代表 所以呢我们要认识 这个在照会中是有权柄的 使徒和长老们 他们是代表神的权柄 所以呢我们在纲要里头 第四大点 第三终点的第六小点 这里就说到 这圣经 希伯来书13章13节 告诉我们在照会生活中 要信从那些带领我们的 且要呢服从 的确我们若不能服从 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 就不能服从神 好 这个是关于代表权柄 也请兄姊妹 给你对讲一下 好我们就来到第五大点 第五大点 吴彤读第五大点 今天在照会生活里 有神圣的管理 这管理来自神和羔羊的宝座 好 管理当然就是根据有权柄 特别在启示录22章1到2节 我们来读一下周六的经文 来天使有词给我看 在城内接到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好为了时间的缘故 停在这里 请你特别把几个词标出来 第一个街道 第二个生命水的河 第三个神和羔羊的宝座 第四个是有生命树 好所以这里就看见 在这里有管理的 在这里有权柄的 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 但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 出来的是什么呢 圣经却不提管理 这个行政 反而提到什么 有生命水的河 有生命树 而生命水的河留在哪里呢 街道当中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今天在照会生活中 就该有这个属灵的实际 真正的管理 是根据于 从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 所以照会中神圣的权柄 是根据于生命的供应 是根据于神圣的分次 那反过来 我们今天在照会中 服权柄 不是我们被压制 反而我们越服权柄 就越享受生命水的河 越享受生命树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认识 今天在照会生活中的权柄 不是为了管理而已 当然一定有管理 但是重点是 是在生命的供应中管理 我们接受管理 也是使我们更接受生命的供应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 第五大点的第一重点 弥同读 照会中神圣的权柄 是为着让神 将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面 做生命 做生命的供应 并做全封全主的恩典 只有借着服从神的宝座 我们才能有份于他流通之恩典 全封全主的恩典 我想这个大点非常实际 一方面提醒我们 这个我们若在服事上 担一点责任 我们一定要认识 不是我们有任何的权柄 我们若必须有些管理 一定是必须在生命的供应中来进行 因为圣经明讲从神河各样的宝座 留出来的是一道生命水的河 而且是留在什么 街道当中 这表示是要在交通中来进行 那反过来我们也要认识 我们来过照会生活 要看见照会中是有权柄 神是权柄 神有权柄 但是神又让长老 让使徒在照会中成为他的彰显 成为他的代表 来做代表的权柄 而当我们越服权柄 你会发现 照会中就越有秩序 而且我们越服权柄 事实上我们就越得着生命的供应 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 如果你过这一段时间的照会生活 你会发现你碰到权柄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愿意做我自己的一点点小见证 我沉浸在这个点上过不太去 因为我对于服侍我的弟兄 这个前面的长老弟兄有意见 我就发现那一段时间 我就很难得生命的供应 但是感谢主有一天 主光照我了 主调整我了 我看见了 没有一个代表的宣明是完美的 但是事实上它代表的是神的主 我就操练服下来 很稀奇 但我一服下来 同一位弟兄 我就觉得他真是有生命的供应 他真是把神带给我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一天很实际 这个无论是有服事的人 或者是我们在照会生活中 都需要认识 在基督的身体里 还有什么 在照会生活中的鲜饼 请丢队来讲对签 感谢主持人的供应 这一天很实际的供应 是有机会的 这一天很实际的供应 这一天很实际的供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